這是美南國際電臺 林教授你好 歡迎您到休士頓來 謝謝 我們知道您從當初的保釣運動 就是領袖之一 40年來 您不斷的都在關注保釣的情況 保釣運動的一個進展 那麼在40年之後的今天 現在我們又看到釣魚台事件 再度的引起了中日台 甚至於美國之間的一些 比較嚴重緊張的一個情勢 那麼從您的長期的觀察來看 現在的保釣運動 跟40年前時空轉變之後 有什麼最大的不同 OK 有幾個最大的不同 是 第一個最大的不同是 在40年後的今天 國際 特別東亞發生了重大局勢的改變 第一個改變是中國的崛起 第二個改變是美國 在經過一系列的變化以後 他現在要重返亞洲 是 那麼中美又重新再度的對勢起來 是 40年前保釣運動的時候 美國正在尋求跟中國的和解 現在是美國又要尋求跟中國的抗衡 又要重新的一個 另外一個形式的抗衡就開始了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不同 是 因為這樣的大的不同 所以日本就借用這個機會 要來佔領釣魚台 您的意思也就是說 事實上日本跟美國 其實是站在同一個陣線上 這非常清楚 非常明顯的 是 那麼您跟我們僑胞稍微講一下 很多人其實過去40年前的事情 也許沒有參與 或者也許已經慢慢的遺忘 釣魚台到底有多重要 為什麼大家都要來搶 OK 好 那首先在我看來的話 釣魚台的重要性 第一個釣魚台是台灣的附屬島嶼 那附近的遺場 是一兩百年來 台灣的移民很自然到那邊捕移的 是 並不是日本的移民會去捕移 也不是琉球的移民會去捕移 所以就是傳統的台灣的一個漁場 漁場 而且離台灣也是最近 離台灣只有120海里 所以呢 本來從各種歷史證據 可以追溯到三四百年前的歷史 都有記載 都早就不是無阻的島 雖然是無人的島 日本在這裡常常又混淆示威 這個是第一個 是台灣移民所需要 它是無人的島 但不是無阻的島 不是無阻 是無人而已 不是無阻 無人跟無阻是有 有清楚的差別 但日本在這裡故意混淆這個示威 第二個的話 當然是附近有很豐富的海底的礦產 一般的估計是非常豐富 也是在這個狀況下 我相信是日本特別是在 1969年的時候 他要美國利用 美國要解決夜戰問題的時候 美國要美國把流球還給日本 或交給日本的時候 同時特別要求把釣魚台 當作流球的一部分交 也就是當初是夾帶的 是夾帶的 夾帶的讓它 夾帶的 事實上日本都知道很清楚 那個根本不是屬於流球的一部分 日本知道很清楚 但是日本想要瞞天過海 是 幸虧我們那時候 那個推動保調運動 才是這個問題凸顯出來 才沒有讓日本得逞 就這個意義來講 我們覺得40年前保調 沒有成功 但至少也有這一點成績 形成了一個民間的壓力 對 民間壓力 而且這件事使得日本 因此到現在為止 還不能說他真的已經佔領了 是 躺著當時沒有保調 可能這個已經 已經是完全日本的一部分 那麼當然我們看到40年前的保調運動 其實主要的分子 主要都是我們台灣的 台灣的留學生為主 還有香港也不允香港也有 是 那麼到了40年之後 現在就像您剛才提到的 大陸的崛起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的 整個民族情緒的高漲 我們看到中國方面 可以說是還有盛大的遊行 好的抗議 那麼您認為在這個是 怎麼樣子的情況 會造成了今天大陸 這麼高張的一個民族情緒的 這個羔羊的這種情況 我覺得大陸的民族情緒 本來就存在 是 也就是說對日的 對日的民族情緒 本來就存在 只是長期被壓抑而已 是 因為中國一直站在說 好像是一個韜光養晦的政策 是 站在說希望能夠爭取一個 和平的環境來發展經濟 這樣的一個政治的考量 所以一直壓制中國的民族主義 是 那麼藉由這一次的事件 但是這一次的事件 我想一方面 當然也是日本做得太過分了 是 也就是他們有人是這個強行的登島 強行的登島 要買到 真的做了一大堆大動作 是 所以當然連中國政府都覺得已經不能忍受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 日本現在對於 他很清楚對於釣魚台 他其實不論歷史的 法律的 種種的一些政績都不在他手上 是 都不在他那一邊 都是在中國這一邊 是 那他唯一的認為他有資格 他們認為有資格可以佔領釣魚台的 就是 誰 他把它當作是無主的陶遺 是 那無主的陶遺 只要是無主的陶遺 任何一個國家佔領50年 是 就可以聲稱是他的了 是 那麼現在已經40年了 也就是說其實在這個時候 如果大家再沒有覺醒的話 再沒有覺醒 在韜光養晦10年的話 恐怕日本就真的強氣了 是 到時候即使你輸入到國際法律頭 國際的 有些國際法庭也不見真的會講正義的 是 對吧 那日本如果是毆在手上 它不突出來 你又能夠怎麼樣 那麼釣魚台其實如果講起來的話 除了這個經濟效益上頭來說 對 你認為像對美日的重要性 尤其是美國 它有什麼樣子的重要性 首先第一個 我們都會看到 攤開地圖一看 從日本 然後就流行徑陶 然後到台灣 可是流行到台灣之間 就是有釣魚台 是 所以釣魚台 坦若也不屬於日本不能拿去 也因此說某種程度就等於說美國不能控制的話 是 那這個島鏈 這個地方可能就是一個切口 就有一個防護上的切口 有一個切口 是 這是一方面 是 那除了這個以外 當然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對台灣來講 特別我覺得對台灣來講 如果你日本 我們考察19世紀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 它就開始對外擴充 是 第一步就佔領那個 劉群星島 第二步就佔領釣魚台 第三步佔領台灣 是 所以這個 這個歷史軌跡 我們今天怕它又會重演 是 所以對我們來講 如果釣魚台 失去 下一步就台灣了 是 但是我們看到在40年前 以台灣的留學生跟香港為主 在40年後 以大陸的這個民族情緒 可以說是非常高漲 我們可以看到最近的情況 好像大陸比較熱 台灣比較冷的現象 是 怎麼樣子看待這個情形 那這個情形 當然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 特別這一二十年來 台灣內部政治的發展的結果 是 台灣政治內部發展 我們都知道 難力惡鬥的太厲害 是 難力的通常說來 常常會拿出一個 一個殺手劍 就是任何人 如果譬如說釣魚台 就會說 你釣魚台如果跟大陸合作 就是 那個 親中 賣台 是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這樣就使得 包括馬英九在這方面 它都不太敢 是 那這樣的話 從最高的 像馬英九的過激度 還算保釣人 它都不太敢 大聲來這樣來漏的話 那其他更就不用說 這個您說的 沒有錯 因為事實上 現在在台灣內部 還是有很多 比如說像李登輝前總統 他甚至於主張釣魚台 是日本的 根本不是台灣的 而實際上也有很多人 是認同他這種看法的 以至於說在台灣的這種 內部的情況 就像您講的 即使是在 馬總統的這個位階上頭 面對這個政治的現實 他可能 不太敢像當年的那麼勇猛 對 那麼這一點的話 您認為應該要怎麼樣子來處理這個 您對台灣有什麼期望 我覺得在這裡沒有別的 就是說我們要把真相 要讓更多台灣人民了解 是 所以因此我們在台灣 現在想要推動一個 釣魚台的教育計劃 釣魚台 釣魚計劃 日本早就有釣魚台的教育計劃 是 而且甚至是在去年利用 它的福島的海啸 以及福島核災的機會 當全世界大家同情它的時候 它就利用那個司機 悄悄的 悄悄的把釣魚台 政治的納入它的教科書 它真的是利用各種機會 無所不用其極的 想要來霸占釣魚台 那麼相對來說 台灣的顧慮似乎比較多 對 台灣顧慮很多 您剛才也講到了 美國事實上 對於釣魚台來說 釣魚台除了 是這個海域的經濟效益以外 還有一個戰略的位置 這個是可能是 在美國是最重要的考慮 是 那麼台灣在目前這個情勢 是不是就是比較敏感一點 或者說比較尷尬的 處於一個尷尬的位置 因為台灣事實上 還是在很多的方面 他希望能夠得到 美國的防衛 但是在另一方面 我們又看到 馬總統上任以後 兩岸的交流 又不斷的加強 在這種情況之下 台灣您認為 一個最好的位置 應該是在什麼地方 您是說對釣魚台 還是對一般的問題 對 再從這件事情上頭 如何在美日 我們就講美中之間 來採取一個比較好的 國質性 我覺得長期以來台灣 一面倒向美日這邊 這個到現在為止 要開始有一點調整 要有一點思考 而且這個 無論如何 大家都知道 就算是台灣 跟中國的關係 將來甚至不一定要 合在一起 就算是如此 是 你中國在你的旁邊 又是現在變成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你這樣跟這麼一個大的 你如果 而且還要跟他分開 要跟他有一定的敵對的話 你在每個地方都在刺激他 對你絕對沒有好處的 是 對吧 何況如果你有考慮到說 兩岸本來同文同種 兩岸人民其實沒有煙囚 煙囚是過去的兩黨之間有煙囚 是 台灣人民跟中國人民 哪有什麼煙囚 是 對吧 B之間也沒有什麼對立的必要 是 對吧 只是因為上層的政黨的 讓他們的戰爭或內戰 某種種種種灌輸到台灣人民 反而變成說 好像台灣人民要承擔 這個歷史的 好像歷史的負擔 其實我覺得台灣人民 不需要承擔這個負擔 不需要承擔過去 歷史上的 對吧 我們看到馬總統 也 當然他在日前接受 日本的電台的專訪的時候 當然他是重申 釣魚台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這一點是很清楚的 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主張說 應該先擱置爭議 然後大家是不是坐下來談 談出一個東海和平協議 甚至於訂出一個 東海的一個 大家都能夠接受的一個規則出來 您對於馬總統的這種主張 您的看法如何 我覺得說 不要說馬總統 中國大陸過去也常常引用鄧小平說 要擱置爭議 對吧 他其實這兩個人講的話 其實很接近 說主權在我讓各自跟生意共同開發 這三句話兩個人都講了 對吧 但是如果對一般的 沒有故意的要來挑釁的 沒有背後有一些經過主義 要擴張那樣的一種 一種特殊因素在背後的話 這樣也講得通 是 可是我們就知道 日本的情形是不一樣的 是 日本很清楚 它是有 還有 很濃厚的 到現在為止沒有 沒有好好整理 或沒有刻骨過來的 戰前的那種經國主義的思想 是 這種力量始終都存在 都存在 戰後它跟德國不一樣 德國戰後對法系 其實這力量徹底清楚 但是日本沒有 所以日本現在 經國主義的力量 還是非常的激大 日本戰後的一些 主要的政治領導人 也基本上還是 戰前的那些 經國主義的分子 像吉田茂 什麼走同榮弱 都屬於這類人 因此他們整個 一脈相傳在這裡 整個貫穿在這邊 然後日本經濟又 重新復甦 成長出來 有一點像當年的 民智維新之火 經濟成長一樣 它要對外擴充 是 擴充剛才講過 其實非常重要的一點 它可能攤開地圖看 它一定向南 就是流球 然後接著釣魚台 接著去台灣 是 所以說您認為說 這種右翼的 這種軍國主義的 這種風承 這種情形 還是有在日本存在的 不僅存在 而且是很危險 而且相當程度 影響到日本的政局 這是不是也就是您在 從40年前 一位留學生 到現在40年後 照理說 很多人都認為說 應該是退休的年齡 一樣 天年的時候 那麼這個時候又再出來 號召 您希望這一次 到海外來再一次的號召 這樣一個保調的運動 您希望的目標是什麼 我就希望說 請大家重視這件事情 特別台灣的人 台灣的人現在 還有另外一個 我有一點擔心的事情 他一方面 或者會覺得說 我怕 如果兩岸保調 或怎麼樣 得罪日本 將來台灣就 吃飯多久走戶 會逼著跟中國 一定要統一等等之類 有些人有這樣的擔心 這是一方面 上市台灣的這個 也就是說中華民國的主權 擔心這個會上市 擔心這個上市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又有點擔心說 現在我們力量太小了 日本也不太摔我們 對吧 有些人也了解 日本只不過在利用我們 日本真的在乎 當然是北京政府 對吧 所以我們就 變成好像很失落感 沒有角色可以扮演 所以我們就只好在那裡 不曉得怎麼辦 對吧 因此覺得說 好像我已經變成不重要了 是 也有這樣的人的心裁 你認為台灣在這個事件上 還能夠再站在主導的地位嗎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主導地位 很重要的主導地位 對 為什麼呢 因為你站在中共的立場 中共立場的話 他不可能直接把調理來 比如說收器 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就好像他不會來 直接把澎湖或什麼龜山島 或什麼立島難以 直接收過去一樣 是 他如果要解決 是整個台灣問題的解決 他不會說單獨的 把其中一個島拿過去 這不會 他甚至連金門馬祖 他都不會拿過去的 也就是說 您認為說釣魚台事實上 可以是 在中共的眼裡 其實是兩岸的問題 可以是一起來談的事情 他一定是這樣的 他一定是這樣 那他現在只是在認為說 一旦釣魚台被日本占起 兩岸什麼都沒有了 就是古人所說一棒象徵 一用就得力氣了 是 那您認為我們海外的僑胞 能夠做些什麼事 我想 40年前的保釣運動 是從海外開始的 是 我剛才講過 如果沒有山人運動 我相信今天釣魚台 早就已經完全是這個 是 我們雖然沒有保衛住 但至少 沒有丟掉 也還不算丟掉 是 也提醒世人的注意 知道這個有爭議 是 如果我們當時沒有吵 可能就沒有爭議 浮力浮力就過去了 是 對吧 這是第一個 那麼今天第二個 雖然今天大家都已經注意到這個事情 但這個事情的複雜度有更高 所以我覺得說 在台灣 我們剛才分析過 台灣有無於兩黨的惡兜 有無於台灣的政府 也是一直受到 美日政府的很大的壓力 是 因此台灣能夠做的 還是有限 是 我們在台灣 我是現在已經住在台灣的 我們在台灣 我們是覺得 盡量要發展民間 還是維護 40年前的民間保釣這個本色 但是台灣在台灣做的時候 還是有 很多辛苦的地方 是 因此我們很希望能夠跟海外結合 重新重振過去40年前的保釣進程 我相信40年前 海外的保釣能夠發揮那麼多的作用 到今天 一定還是可以發揮很大作用 是 大陸的保釣也還是有它的一些困難 因為最主要是 中共政府對保釣 或者對這方面 他剛才也提過 他恐怕是對這個問題 所以還是有一定程度的怕 顧忌 有顧忌 怕控制不住 是 因為你想想看 中國人民在過去 從8年抗戰 或從918年以來 中國人民被日本死了多少人 是 有 協界顧忌至少有3000萬人 也就是擔心這種民族情緒一發不可收拾 一發不可收拾 是 對吧 所以中共也是對中共其實一直非常壓抑的 對吧 因此大陸雖然民間有 但是還是被中國大陸壓抑 就好像40年前 台灣在戒嚴體制下 也是被壓制一樣 所以海外 在這方面就起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 好 林教授非常謝謝你到協士頓來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觀眾朋友 謝謝 好 是不是這樣 OK 好 OK 蛤 沒有了這樣可以了 謝謝